颱風 玉兔這兩天以超級颱風等級 橫掃西太平洋 而目前威力是逐漸的減弱 氣象局在今天早上 已經將玉兔下修為中度颱風 會不會影響到臺灣的天氣 下週二是關鍵 經過玉兔颱風的徹夜風雨後 美鼠北馬利亞那渠道 最大島塞班島 沿途到處可見電線桿倒塌 集水還沒有退去 不時也會看到毀損的民宅 當局自二十五號白天 出動搜救隊和重機局救災 民眾也展開災後整理工作 當地官員薩布蘭形容 塞班島像是發生過小規模戰爭 以至有多人受傷 聚集在醫院等候治療 而且當地基礎建設毀損 還有斷水斷電情形 恐怕要好幾個星期才能修復 玉兔以中心超過290公里 時速的強風下帶大雨 在塞班島 天陵島等 總計15個馬利亞那群島上的 島嶼造成災情 天陵島市長辦公室整個泡了湯 把影片上傳社群媒體 向外界求援 急需用水和食物 電線桿也是倒的倒塌的塌 垮掉的鐵皮壓到了不少車子 鄰近的關島則是在24號早上 就領受了玉兔威力 不過玉兔在西太平洋肆虐後 強度逐漸減弱 中央氣象局今早已經下修為中台 不過路徑還有變數 至於對臺灣天氣的影響 還要再觀察 下週二是關鍵 玉兔未來將持續潮流 求南方海面前進 下週來到臺灣東南方海面時 因為有來自北方的東北季風 強度還會減弱 記者卻會傳真理報導 deadline 鬆